到花莲旅游又有新玩法 在农委会推出农邮券加码农村旅游之后 很多游客更加愿意留在农村进行生态之旅 并且购买农村生产的产品 就有休闲农业员企业者7月15号配合这个政策之后 目前已经收到了4000多笔的农邮券消费记录 也让游客到花莲有更多元的旅游选择 农委会推出农邮券之后 每份价值250元 民众可持电子票券至全台休闲农业区 奖励旅游合作的业者消费笛用 振兴农村经济 感觉怎么样 就是来花莲 我们来花莲这边住了三晚 真的很舒服 很舒服 所以第一次来体验花莲这边农村 对 兽丰这边真的很像村的那种大自然 真的平常都市很难体验到 这个对我们休闲农业区来讲 对我们农民来讲 帮助很大 那我们也希望说 政府的政策能够永续的鼓励 我们的消费者到我们农村来消费 因为农村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到我们花莲 花东来是最安全的 而且我们花莲又是好山好水 好空气 来我们这边的话可以放心 可以体验一下大自然的美 据了解花莲目前既有56家业者响应 还有许多业者另外加码升级优惠 抢供农村商机 让游客来到花莲 更有意愿走入农村体验 酷热的夏天泡在农村的泉水当中 摸线体验 不管是大人小孩都相当的喜爱 也让业者看到如此多的游客时效的合不聋嘴 目前的话我们整个农游卷的使用量 已经有大概4000张 所以大家刚开始来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些游客 他是不了解这个农游卷的使用方式 那我们这边也都会大力的宣导说 如果有农市就是农游卷的话 我们其实在我们厂区呢都可以使用 大家才突然间说 那我有耶 我赶快赶快我来使用这样子 对那也会这样我们在接电话 也会很多客人来询问说 我们厂域可以使用农游卷用餐吗 那大家听到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惊讶 说可以使用吗 就是会怀疑一下这样子 但也是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这个厂域是农游卷全产域都可以使用的 利川渔厂拥有水质极佳的涌泉流水 以摸线体验 闻名全台 民众不仅可以入池摸线 还能够品尝用现做的各式双麒麟 冷饮料等等 在农游卷的加码之后 走在农村享受不一样的旅游行程 生态的自然景观更是来自都会地区的游客 放松心情旅游的好去处 记者林杰寿风采访报道